接著 礦物有兩千多種 但常見的只有十幾種 我們叫做造園礦物 我們要教這幾個造園礦物 上面有顏色的字代表什麼意思 曉背 考試愛考 考試喜歡考 曉背 沒有顏色代表什麼意思 不重要 考試不太會考 這樣 常識形與模範演時重要 考試會考 OK 然後呢 我們造園礦物基本上很好辨認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簡單的方法就能夠辨認出來 如果這樣用簡單法辨認不出來 就要有一些高深的學問 高深的儀器 什麼之類的 這個我們就不提他了 我們就透過這幾個簡單的方法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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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 調粉 硬度 就是我們那種要教的內容 我們透過這些來讓我們來辨識礦物 第一個是顏色 顏色是李化老師教過的 什麼是顏色呢 就是反射紅光就是紅色 反射黃光就是黃色 包不透明 所以它是反射光的 對呀 反射什麼光你就看到是什麼顏色 反射光波的顏色就是 就是它的 反射光就是它的顏色 其實我不太尬意用顏色 為什麼我不太尬意用顏色 因為顏色的變化比較多種 剛切開來是這個顏色 可是氧化可能顏色就不一樣了 還有它含有雜質顏色也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它的顏色變化比較多 比如說 第一個要背 水晶應該透明無色 但是含有鐵離子 叫做紫水晶 另外還有鈦叫做梅根晶 第一個要背 因為第一個從以前的特等就有教 第二個是後來補充多的 每個版本又不一樣 所以第二個沒有背沒關係 但是第一個 鐵離子只是已經要背 另外一個是雲母 雲母有黑雲母跟白雲母 國中沒有教過白雲母為什麼白 但是有教過黑雲母為什麼黑 黑雲母會黑的原因是含有鐵跟鎂 所以第一點跟第三點 鐵離子跟鐵跟鎂這個是 以前課本就有教的 所以你要背好 所以你要背好 顏色 我不太蓋 用顏色 因為變化比較多種 如果非得用顏色不可的話 要請你找新鮮的 剛剛挖下來看 沒有經過氧化什麼之類的 這樣顏色會比較準一點 我不蓋用顏色 但是我喜歡用調粉 什麼叫做調粉 調粉就是礦物粉末的顏色 礦物粉末顏色 我拿粉筆在黑板上掛 我拿粉筆在黑板上掛 這個痕跡就是調粉 那個粉筆會沾在黑板上 這個就調粉 我拿個調粉板就掛掛掛 掛出來就是調粉 OK 我比較尬以用調粉 我為什麼比較尬以用調粉 因為調粉的顏色比較確定 調粉已經擦成粉末 所以沒有什麼晶體結構的問題 也不太會有什麼雜質的問題 所以它顏色會比較確定 一 調粉的顏色跟礦物的顏色不見得一樣 上面這個大堂的黃層層亮晶晶的 這叫做魚人金 灑瓜的黃金 就是你挖到它好大一塊 你覺得你發大財了 這麼大塊黃金 我哈哈喝呀 但是它是橘 它是黃鐵礦泉 而且它的氣還滿爛的 還不能拿來鏈體 還能流化鐵 它沒辦法拿來鏈體 所以 挖來沒什麼路徑就對了 所以 人家看起來很像黃金 那這個就是黃金 這個叫魚人金撒瓜的黃金 它的外表是黃層層亮金金 我們看它什麼顏色 中黑色 剛才剛顯示中黑色 黑色 所以調橫的顏色跟曠光的顏色不見得會一樣 它如果真黃金的話 它就金黃色 中藍可能金黃色 但是調橫顏色的確定 赤鐵礦 你看 上面的赤鐵礦偏黑的 下面的赤鐵礦紅紅的 有的赤鐵礦偏黑的 赤鐵礦偏紅 但它不管偏黑還是偏紅 調橫什麼顏色 裝紅色 這也是要被裝橫色 所以 調橫的顏色比較確定 我比較大於用誰 調橫來判斷 顏色比較確定 OK 好 再來 硬度 硬度是底盤磨唇的能力 不容易受損的硬度 但 容易受損的硬度小 請不要把硬度 跟延展性脆不脆扯在外 來 你拿著一般用的小刀 你一般買那個小刀去畫玻璃 去畫玻璃 畫不上 這表示玻璃比小刀硬 但是玻璃一敲就 碎掉 小刀敲 不會碎 小刀有延展性嘛 不碎 所以那個碎不碎跟那個硬不硬是 兩件事啊 不要把他搶掉以外 好 你看我摩子的能力 有一位大哥 找了十個礦物 排成一列 來表示硬度的大小 叫做摩式硬度 你現在需要抄的這五個字 摩式硬度表 就是這上面這五個字 摩式硬度 找了十個礦物排大小 誰背大最大 這個解定剛硬一定要背 最硬的這玩意是誰 金剛石就是鑽石 硬度石最硬 很少人問你誰最軟 很少人問這個華石最硬 很少人問這件事情 但是會問你誰最硬 金剛石最硬 那老師你幹嘛 十一七也不要在上面啊 這個是為了後面 我們後面要將這寶石礦物 硬度要在分日裡上 為什麼寶石應該要在分日裡上呢 因為呢 寶石要長寶美麗的光澤 就要避免被空氣 這個石英雜磨水 那石英雜磨水 7 做完的話 分日裡上 8以上 所以寶石要在 8以上 你為了那個寶石礦物機 這個金剛石石 決定要背 兩個這個 這個摩式硬度表 這個硬度只是一個相對關係 誰最硬 誰第二一 誰第三一 沒有數字關係 你們全班 隨便抓十個人出去排高啊 那個最高 那個這樣 那個這樣 可是沒有什麼 一高比第二高高兩公分 第二高比第二高高兩公分 沒有數學關係 沒有數學關係 有數學關係的 現在叫做絕對硬度 不過好像 連高中都不會教 所以硬度就算了 就算了 好 硬度有大小 兩個互相磨一磨 誰受損 就代表誰的硬度強 比如 我去跟方解石磨硬 方解石被我劃傷了 我的硬度比方解石大 方解石硬度3 硬度大於3 我去跟銀石畫一畫 結果我畫不上銀石 銀石能畫上我 表示我的硬度比銀石小 銀石的硬度4 我的硬度比3大 我的硬度比4小 所以要3到4之間 或者縮縮縮3點 OK 這樣做 銀石我們就有個實驗可以做 這個 這是個好題目 因為不用背 也不能背 我做一個實驗 做完這個實驗之後 問誰硬度大 誰硬度小 這是好題目 不用背 也不能背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從有聯考到現在 沒考背 我們怎麼問3 沒考背 這麼好為什麼不考呢 不用背 還沒考 不要問 好 如果考這種題目 做一個實驗 問你誰硬度大 誰硬度小 請注意 他給的是刻痕還是調 因為答案正好相當 來 橫筆畫黑白 留下刻痕還是調 調整 很好 誰受傷 橫筆 橫筆受傷 誰股大 黑白 很好 小刀畫黑白 留下什麼 刻痕 誰受傷 黑白 誰股大 小刀 所以答案正好 非常看清楚 好 來 甲跟乙互相化 甲與留有甲的 調粉 所以誰受傷了 甲受傷了 所以誰硬度大 以硬度大 甲 硬度甲小雲 如果甲跟乙互相化 留下了甲的刻痕 那誰受傷 那誰受傷 以受傷 所以誰硬度大 甲硬度大 那還有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 來 我拿白色痕筆 畫黃色痕筆 哦 留下白色痕筆 那 我拿黃色痕筆 畫白色痕筆 哦 留下黃色痕筆 那所以 白痕筆跟黃痕筆 誰受傷 那 一樣大 所以 互相留痕筆 一樣大 互相留痕筆 好 這就是 刻痕筆 做實驗 雖然學測題 聯考題沒考過 可是老師會考 請你判斷 誰硬度大 誰硬度小 還有一個叫生活中常見的 生活中常見物質的硬度 不用背 要背也很好背 2到3 3到4 4到5到6到7 很好背 不用背 考試如果考這 數字表格會給你 這幹嘛用的 我去野外考察的時候 身上不見得正好有在模式硬度 我就拿生活常常去試一試 看看他硬度大概多少 所以你要學會的事情是我會判斷 我拿一個礦物來 指甲畫一畫 畫不傷 硬幣畫一畫 畫不傷 鐵硬畫一畫 畫傷了 硬度多少 指甲畫不傷 比3大 硬幣畫不傷 比3到4大 鐵硬畫傷了 比4到5 腳 比3到4大 比4到5小 不太會吧 是 對 會判斷就好 會判斷就可以了 ok 就是所謂的日常生活中常見 為了野外考察用 但是數字不用背 但是要會判斷 下一個叫驚喜 這也是一個偉大的學問 所以國歌超常待 我們前面都講過嗎 跨物大多是晶直的 有一定的排列方式 所以就排出一定的形狀 那 所以我們就說 國中層就說 驚喜 因為我有一定的排列方式 所以我就會排出一定的形狀 叫做驚喜 那至於什麼行 不用管 太複雜 那偉大的學問 國中履歷 沒看到 不會 不是有排列的形狀 不過在自然界中 你不見得長得好 不見得長得好 它是有一定的驚喜 可是你在外表上看 因為空間的限制 你不見得能夠長得剛好 反正看看就可以了 解禮 寬物受力破裂的時候 容易沿著某一個方向破裂 這個性質叫做解禮 它會跟岩石的寬物的結構有關係 但是呢 我們國中不討論 我們國中 我們國中不討論 好來 我們移到這個位置 來 剛剛講說 它跟它的結構有關係對不對 來 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先讓它央坐著 用力把它拉起來 就只有它被我動到 別人都沒關係對不對 現在要求 所有後面的同學 要熊抱前面的同學 抱著經常的石頭不能放 這樣子我一拉 整條都被我拉過來 容易沿著這個方向破裂 有這個方向的結 換一種 請所有所同學 互相勾 勾得緊緊的石頭不能放 用力一拉 整條都被我拉過來 容易沿著這個方向破裂 有這個方向的結 所以我說結理跟它的動招是有關係的 但是呢我們國中並不討論 欣賞一下看看就好 好 那你要背這個 方解石有三個結理 雲母有一個 特別是雲母的一個 那個是雲母的特征 雲母有一個非常巴達的結理 那個是雲母的特征要背好 然後石英沒有結理 這是要背 方解石有三個 雲母有一個 石英沒有結理 這是要背 另外一個叫做分辨 這個中文念起來都一樣 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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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結理 岩石破裂叫做結理 結目的結 破裂叫做結理 分解的結 因為中文兩個三聲 另一個三聲變成二聲 隨便才都一樣 結理這一個 要分清楚 這兩個結理有非常多的不一樣 我們只要管重點不一樣的 重點叫做破掉的東西不一樣 上面的結幕的結誰破裂 岩石破裂 下面分解的結誰破裂 會晃入作用 雖然我嘴巴上叫你 就要分清楚 可是說實在話 老師的機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上面那個節目的結理 課本幾乎沒有交 一句話就潮潮 再過去 那因為課本幾乎沒有交 當然就不太會 不太會 不太會好 但是你還是要分解出 這兩個結理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